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华言念佛三昧论讲记 诸位同修及网络前的同修 大家好 阿弥陀佛 请大家翻开华言念佛三昧论 第二十二页第三行我们从最下面一句看起 我先将这段论文念一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一段论文讲 讲这个原因就是 疲劳暴徒 与二圣凡夫 无接引之分 我们这个世界是释迦摩尼佛 报佛所现的报徒 这个徒对于二圣 就是圆绝 声闻 声闻我们一般讲阿罗汉 以及对于凡夫 没有接引之分 我们苏婆世界 我们现在是在释迦摩尼佛教化区 这个苏婆世界 这个苏婆世界呢 释迦摩尼佛 有他的报徒 有释迦摩尼佛的报徒 就十报庄严土 就华言经讲的一针法界 十报庄严土 那么十报庄严土 不但凡夫没有分 二圣也没有分 二圣就是声闻言诀了 这个声闻言诀 他们修行 已经超越六道生死轮回 那么在 说婆世界呢 他们是声道 方便有余土 方便有余土 我们凡夫在六道里面 是凡圣统集土 那么六道法界 四圣法界 方便有余土是四圣法界 六道法界是凡圣统集土 那么合起来啊 我们一般称为十法界 有内凡有外凡 四圣法界 四圣法界 那超越六道了 但是呢 跟一针法界比起来啊 他还是凡夫 但是呢 他是呢 他是超越六道以外的凡夫了 我们是六道内的凡夫了 以一针法界的标凡啊 那么四圣法界还是凡啊 所以 释迦牟尼佛 疲鲁遮纳 的 暴土啊 这个十暴中原土啊 环乎恶圣 是没有分的 没有接引之分的 因为你不够分数 不能生 你达不到这个条件 你要往生到释迦牟尼佛的十暴中原土 那你 最少要破一品无名 正一分法圣 那才能生十暴土 如果我们达不到 这个标准 不但凡夫不能 往生到十暴中原土 就连恶圣 身文言结 那实在讲啊 四圣法界啊 包括全教菩萨 还没有明心见性的父侯 虽然 他们 断尘杀 断剑尸 但是还没明心见性 还没破无名 他们也生不了 他只能生到方便有余土 这个就是不够分数了 有很多佛国 也是如此 例如药师佛国土 就是不容易生 我们 念药师佛 想求往生到东方净流离世界 药师流离光如来的净土 也不容易 念药师经 大家看看最后 念药师经最后的感应是什么 念到有感应了 灵命中的时候啊 药师佛 派八大菩萨 把你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这药师经的记载 你念东方到最后呢 倒是往生到西方了 那是因为什么呢 我们还不够条件往生东方 东方净流离世界 它的条件高 要高分数你才能进去 因此 我们达不到药师佛 往生药师佛的这个标准 药师佛也很慈悲啊 派八大菩萨 给我们保送到西方极乐世界 那么到西方极乐世界 那再去东方药师佛的世界 那就没问题了 不但东方药师佛 十方一切诸佛世界 你多能去 所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 等于往生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的世界 因此这个弥陀经啊 无量寿经你看啊 六方佛战 十方佛战 十方三世一切诸佛 没有一尊佛不赞叹的 没有一尊佛 不介绍他们那个世界的众生 念阿密陀佛求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过去念老啊 常说极乐世界是一所特别的学校 他特别 好像我们现在考大学啊 他考两百分就能进去了 一个学生 两百分都考不到 那这个就不行了 虽然啊 比较容易 但是他还是有一个 最低的标准啊 这个标准啊 就比较容易达到 那考零蛋 考零分当然就不行了 或者考不到两百分 也不行 那么这个两百分啊 他是分两方面 一百分是发菩提心 一百分是一项专念 这是无量寿经讲的 那弥陀经讲 发菩提心就是信愿 辞明就是一项专念 那么这个两个啊 条件你足够了 那就可以了 就可以往生到极乐世界 到了极乐世界啊 各个没有退协 没有降班 没有被开除的 各个 成佛啊 好像你念这所学校 各个将来都一定 成博士 这就是这么一个 特别的学校 为什么办得这么特别 所以称为愿中之王 极乐世界超过一切世界 就在他的凡圣同基土书生 这个十方世界 十方的诸佛世界 也都有仕途 那么上山土 条件都是一样 你要生方便友谊土 那必须断剑尸破成沙 那么你要生十报土 那必须啊 剑尸成沙无名都要破 才能生十报中原土 无名破尽了 才能回归长极光土 那这个是 都一样的 上山土 这个条件都一样 那么唯有凡圣同基土 希望极乐世界啊 跟其他诸佛世界 就不相同了 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基土 他没有三二道 其他诸佛的凡圣同基土 这个六道都有六道 那六道有三三道有三二道 那极乐世界呢 他的凡圣同基土 只有仁天两道 他没有三二道 这个我们读弥陀经啊 大家常常做法会常常读 无三二道 没有三二道 就是说他只有仁天两道 只有善道 没有二道 那这个跟 一切诸佛的 凡圣同基土 差别 就不一样了 那不但没有三二道呢 你往生到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基土 那每一个人都跟阿弥陀佛一样 无量寿 那这个也是十方世界啊 凡圣同基土所没有的 凡圣同基土六道 这个寿命啊 有长有短 没有无量寿的 只有极乐世界 才有无量寿 那不但无量寿呢 还无量光 光就智慧啊 他的智慧神通道理 几乎 就是跟阿维夜日菩萨一样啊 虽然啊 自己还没有 赠得那个地位 但是啊 智慧神通道理 跟大菩萨 跟佛都 接近了 都能够啊 到十方世界 去做佛度众神啊 但是呢 他这个烦恼一品霉断 他就有这种神通道理 这个原因啊 就是得利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 威神的加持 那不是自己修行正德的 那么到极乐世界啊 自己修行啊 断剑施破尘沙 无名再破一品 那那个是自己修的啦 还没有正德啊 烦恼一品霉断 就有这个能力 是佛力的加持 所以往生到极乐世界的凡夫 一下子是阿维也智菩萨 原正三不退 这个偶遇祖师在弥陀耀节 注节讲啊 这个世界真奇妙 最奇妙就是这个 凡圣同极图 你说凡夫往生到极乐世界 这个剑施破尘沙无名一品也没破 是道道地地的凡夫啊 但是他的神通道律跟阿维越智不再一样 你说他是凡夫 他又有阿维越智的这种神通道理智慧 你说他是圣人啊 他是凡夫 那反而有一品霉断 所以这个世界啊 偶遇祖师讲真奇妙了 所以一切诸佛都欠众生啊 要信念念佛求生西方借土 而且啊 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极图 那不像 其他诸佛世界的凡圣同极图 一切诸佛的仕途啊 上面当然通下面没问题 那下面啊 要通上面 那这个就有障碍啦 比如我们 凡圣同极图的凡夫 我们就 见不到方便有余图啊 方便有余图 就见不到一僧法界的十八种年度 他还没有修到那个程度 有障碍 见不到 那么极乐世界呢 原生仕途啊 原生仕途就是 我们凡夫往生到极乐世界的凡圣同极图 但是啊 他从此 凡圣同极图也能 到达方便有余图 也能到达 这个十八种年度 也能通长极光图 延生仕途 你说一个凡夫 他这个凡圣同极图 他跟方便有余图 十八种年度 长极光图 那这个当中没有格爱 没有障碍 凡夫也能 就能 同时生这个仕途 延生仕途 延满的 也就是说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凡生同极图 你也同时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 方便有余图 十报庄严图 长极光图 那也通十方世界的仕途 这个都是通 这个就更奇妙了 这十方世界没有的 我们凡夫肯定生不了 方便有余图 方便有余图 没有破无名 你生不了十报中原图 十报中原图 这个无名要破尽 才能完全回归长极光图 这次 十方祖国世界都是一样 只有极乐世界呢 这个就非常特殊了 那这个也是极乐世界他的一个特色 他超胜过一切世界 就是这个凡生同极图 极乐则九品分章 万流其父 极乐世界啊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凡胜同极图 弥陀佛经 无量寿经讲的都是凡圣 统极图的一正庄严 那么有分九品 这个区别对待 例如啊 不同的班级万流 是上次文殊普贤多久往生 下次五逆十恶 以至于动物都可以往生 这个我们在净土圣贤路啊 都看到过 有这个菩萨往生 那菩萨这个最明显就华言经啊 菩萨菩萨十大厌亡导归极乐 文殊菩萨也是导归极乐 那是等劫菩萨啦 这快成佛啦 他们都求往生极乐世界 那个是最上的啦 那么最下的就是五逆十恶 这五逆十恶就是 造极重的罪业了 必堕阿比地狱无间地狱 临终遇到善友劝导信念念佛 求真净土 一念十念 往生到极乐世界 这是在观经讲的下下品 那这个是造极重罪业的凡夫 也能往生 一个最下面的 一个最上面的 那这个当中 这全部包括啦 所以称为万流啦 如果没有这个法门啦 实在讲要普度众生 这个这个就很难啦 那这个净土法门的确就是普度啦 三根普丕利盾全熟啦 乃至于啊动物 动物也可以往生 那这个这个净土圣贤图也有记载 古时候啊动物往生 那么现在我们也看到过 有这个公居往生啦 朱往生的啦 这些 这是从这个畜生道啊直接往生的 那么也有第一道啊直接往生的啊 他的上根福的一年成熟啦 他妈从那一道啊直接往生到极乐世界 那这个就无所不报了啊 所以这个普度众生这个法门是最究竟最严满啊 最方便 那么一得往生呢恒结生死啊 这个我们一般讲啊 叫恒出三戒 恒着出的啊 就恒着出的生死 啊 我们要出生死 顺着出来啊 啊 你要竖着啊 这个古大的比喻啊 好像一根竹竿啊 啊 好像这一根竹竿啊 啊 那么你要竖着啊 啊 这样 一个虫啊 啊 在这个底部啊 啊 这比喻我们凡夫啦 啊 那么你要 从这个竹子啊 啊 要出去外面啊 啊 这个比喻说 在我们 最下面这个是六道 你要出六道 三戒 那你要竖着出呢 那这个虫啊 必定啊 要往上爬 啊 竖着出要往上爬 啊 那个竖着啊 一节一节一节 很多节啊 啊 到最后啊 哇那很多节啊 啊 那从往上爬呢 就是努力的 用力的往上爬 爬 爬到呢 这个一个节啊 啊 一个竖节啊 那咬破一个洞 啊 就比喻啊 我们断货 断一品货 那再往上爬 啊 啊 那么再 再断一品啊 一直断一直断 那么这个 这根竖子里面啊 很多竖节啊 通通咬破了 到最后 到顶端 那你才能出来 这就比喻啊 我们断 见货八十八品 断施货八十一史 啊 见施货都断尽了 那么你才能出这个 三戒 啊 那这个 很辛苦啊 很吃力啊 会的时间很长 啊 不容易出来 那何况啊 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又会退转 啊 不是 就是一直顺着啊 输出 所以这个形容比喻啊 我们修 一般通途法门 一般的法门 叫通途法门 无论你选中 你叫大圣小圣 那么你要出三戒 啊 啊 出离六道生死轮回 必定啊 把三戒里面的 见货施货 断得干干净净 才能出得去 啊 这个叫述出 那么断的见货 得小圣的出国 八十八平 正德啊 为了不退 啊 小圣出国啊 小圣啊 阿罗汉啊 有四国 啊 出国西陀凡 二国 斯陀凡 三国 阿那凡 四国 阿罗汉 啊 这小圣啊 啊 断圣的成吉 啊 啊 那么正德出国西陀凡啊 啊 还没有出生死 啊 但是呢 他已经正德位不退了 不会退到凡夫了 啊 他人 天 啊 人间天上啊 七次往返 他必定 断施货 正阿罗汉 啊 如果我们 生生世世修行 啊 有一次修道断了贱货 那么正阿罗汉果 就有 时间表了 就可以预期了 因为 天上人间啊 七次往返 必定正阿罗汉 如果还没有正德出国 无论修行功夫再高 禅定功夫再深 你没有断贱货 啊 只是能得到世间的 四禅八定 啊 定功施器还是继续轮回 超越不了 啊 必须要断贱货才行 啊 啊 那么断贱货这个就很不容易了 啊 啊 我们说出国啊 嗯 我们就不容易正德啦 啊 这个贱货啊 残伏很深 啊 我们无始劫来 无始劫以来啊 啊 这个迷惑了和非常深 贱货第一个是生贱 啊 错认身体是自己 啊 啊 我们哪一个人 不是把身体当作是自己呢 啊 认为 身体就是自己 啊 啊 对身体很爱护 想维持这个身体 想修炼这个身体 啊 这个都属于生贱 啊 执着这个身啊 啊 外道啊 都是在生贱里头 啊 要怎么 啊 这个 啊 养生 啊 怎么练气功 啊 这个 在古印度 啊 那么 啊 在我们中国 那么这个 练这个长生不老的 长生不死 啊 要怎么保养圣胎 怎么练丹 怎么通周天 啊 练这些 啊 练这些是什么呢 保养身体 啊 让这个身体啊 圆年益寿 长生 不死 啊 练这个 啊 那么这个 都是 身贱的事情 啊 都属于身贱啊 啊 对这个身没方向 那么身贱不破呢 贱货当中的头一项 就没破了 啊 这第一关啊 啊 啊 贱货 啊 五大类 啊 第一类就身贱 啊 第二类啊 啊 边贱啊 啊 第三呢 贱贱贱 第四借贱取贱 第五斜贱 啊 那斜贱包含所有错误的见解 啊 那第一关生贱 就不容易破了 啊 这个 第二呢 是边贱 啊 要不就是有 要不就是无 要不就是正 要不就是邪 要不就是心 要不就是物 都落在一边 啊 边啊 我们现在发展有对立了 它有个对立面 啊 啊 你不是执着有 啊 就是执着无 啊 你有就不能无 无就不能有 啊 总是在一边 啊 那不是正就是邪了 啊 要不然啊 不是心就是物 啊 现在有唯心论啦 唯物论啦 这心就不是物 物就不是心 那这个都通通叫边界 都落在一边了 啊 上帝是圣子 凡夫是上帝制造出来的 有圣有凡 也都是落在一边 啊 这种见解 都属于边界 啊 我们佛教啊 啊 讲啊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平等的 啊 心佛众生 这个三 三方 三个 是没有差别的 啊 所以佛是最平等的 啊 唯摩洁经 路不二法门 啊 不二就是 消除对待啦 啊 不落边界啦 啊 啊 所以我们到试验啊 啊 常常看那个试验的眼拱门 写一个不二门 就是路不二法门 啊 那这个是第二个 啊 啊 那么 还有邪见 啊 不同于佛的见解 就是邪见 啊 直列为圣 总名 见起见 啊 执着那个 不好的 以为是最出圣的 啊 那这个叫见起见 他的见错了 啊 制定的一些戒律 修炼的方法 都跟佛教导的 不合的 啊 所要求的果实 也都是错误的 啊 这种直取啊 非礼 戒进的见 叫戒取见 啊 又 一般呢 称为戒进起见 啊 他这个 有种种的戒律啊 啊 啊 但是不合理 啊 那这个也是错误的 啊 所以这个 以上有五种见负 啊 这个称为五历史了 五种见负 啊 见负这五大类 那么再有贪嗔吃慢鱼 五种 那么这个见负里面啊 啊 也 生出啊 见负的贪嗔吃慢鱼 啊 这个五样 都属于见负 啊 要把出的啊 欲戒的十种见负都断了 啊 这样才破见负得出国 把戏的贪嗔吃慢 啊 色戒天 无色戒天的 这些负都断了 这个师负才断 啊 啊 所以三戒啊 欲戒 啊 最初的 啊 这个见 见师负都有 啊 啊 那么色戒的见师负 啊 啊 无色戒的 见师负 啊 啊 啊 那么通通断尽了 啊 才能出三戒了 啊 所以这个贪嗔吃慢啊 啊 啊 欲戒有 色戒有 无色戒有 啊 不过这个 欲戒比较粗啊 色戒比较细 啊 无色戒就更细 但总是负 啊 这个没有断干净啊 那三戒出不进 啊 所以 见负 失负都断了 是漏进 啊 漏就是负啦 遗负的意思 迷负 得漏进通 啊 阿罗汉就得漏进通 出生时 他就生到方便有余途 啊 正阿罗汉国 啊 这样啊 才出生时 这个是漏出 漏着出的 啊 啊 见货失货 一品一品断 啊 一层一层断 啊 断到最后 都断 近了 那才出三戒六道 啊 啊 你想啊 这个难不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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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些贪嗔痴啊 大家想一想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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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层断 啊 啊 我们想一想啊 我们自己还会不会生气啊 生气不生气啊 啊 一句不好听的话呢 马上就分别了 啊 一句不好听 不忠义的话 马上心里就去分别 啊 买东西啊 刚排到我这里 没有啦 很遗憾 啊 就很懊恼了 啊 这就贪嗔痴啊 啊 啊 买东西要挑好的 要贪啊 啊 啊 所以念导常常 讲啊 啊 那个正果老法师 啊 买 东西坏的 啊 他也要 啊 他说我不要 就会留给别人了 啊 那别人不要坏的 啊 我不要坏的 别人他也不要坏的 啊 所以买到坏的 好的留给别人 啊 如果我不买这个坏的 那这个坏的就留给别人了 啊 啊 那么这就 不贪心了 但是说一切处贪嗔痴都没有啦 这很难做到 啊 这真不容易啦 啊 贪嗔痴有粗的 有细的 粗的我们容易发现 细的不容易发现 啊 啊 发现都不容易 啊断就更难 啊 啊 这些 道理 境界 啊 我们不能 不知道 所以 我们往生极乐世界 那就不是这样呢 啊 啊 我们这个货啊 一品没断 货一品没断 啊 这个叫待货往生 啊或者 叫待业往生 待这个货业往生 啊 这些货不需要你破 啊 你不需要啊 一品一品的去断这个见识佛 不需要 你只要真 生出啊 真正生起 正信 发了正愿 你还肯念佛 花愿求生净土 那么临终佛就来接引 啊 就可以往生到极乐世界了 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出六道生死轮回了 这个叫横出 这个就是罪圣方便 啊 这个这个横出啊 我们刚才讲啊 这个比喻 这个竹子 这个虫在最底部 比喻六道 那往上爬爬爬爬爬 爬到 一直咬破竹节 啊 咬到最后啊 他才出来 比喻啊 修行要断见识佛 一品一品断 那时间很长很难 啊 很难突破 啊 这个叫竖出 那么信念念佛求生净土 叫横出三截 这个 这个虫在最下面 但是他不是往上 竖着出的 他从旁边咬一个洞 他就出来了 这个叫 横出三截 啊 那这个就是最出胜的方便啊 底下彭基士说 法言的念佛更有殊胜之处 然 他经所指 获远十念 获远一日乃至七日 获官葬六 乃至六十万亿 那由他 横河沙游巡 要之不出数量 未若此经一念普观 数穷三世 横耿时虚 出发心时 极超数量 所有静音最为殊胜 由阿弥陀佛 以四十八愿 便设众生 于此愿亡 体和虚空 丝毫不格 事故不宜死 不益处 任运往生 还同本得 要求生净土啊 法言以外的这些经 或者有的说 十念就往生 或者念一天至七日 这个是弥陀经说的 或观葬六 或观六十万亿 诺由他 横河沙游巡的佛身 那么这是 观无量寿佛经 的方法 总之啊 都没有出乎数量 都在数里面 十念 十是一个数 七日也是数 葬六 今生 或者多少游行等 都是数 没有出这个数量 未若此经 一念普观 肃穷三计 横梗十七 你这个此经 就是指法言经了 你这个一念啊 过去现在未来 三世通通报复了 这三世通通在一念当中 十方呢 东西南北四个角 再加上上下 这是十方 这讲空间啊 三世讲时间啊 这个所有的时空 也都包括在里面了 出发心的时候 你就这么念 就是离开数量了 超乎数量了 这是一个清净的因 这个因最殊胜了 你的愿和弥陀的四十八愿 自然就相合了 就同虚空跟虚空相合一样 没有一点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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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间开啦 隔住啦 没有 完全没有间隔啦 事故不宜时不宜处 任应往生 所以不需要等时间 也不需要你跑路 自然你就往生了 凡同本得 往生之后 跟你本有的是一样的 这一切佛的国土是依报 一切佛菩萨是正报 都是你自性所流露出来的 所以到极乐世界 证明了这一切 都是你本有的 你本来自性都记住的 你本来自性都记住的 所以要念 要念极乐世界 其他的佛土很难啦 我们初期心力缺弱 大圣起信论 教我们求生极乐 都是依此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 根据 法言所说的 心量去念更殊胜 实际 法言经 无量寿经 阿弥陀经 是一部经 同步 法言是大部 大本 最大的 无量寿经是中本 阿弥陀经是小本 是一体的 有详细的 有简列的 那么 广而言之呢 就是法言 法言讲的最广 最广泛 我们再看下面的文 下文云 道语 极见阿弥陀佛 文书施利菩萨 普贤菩萨 观自在菩萨 弥勒菩萨等 所共围绕 这是普贤行验品所说的 到了极乐世界 极见阿弥陀佛 那么 文书菩萨 普贤菩萨 观自在菩萨 弥勒菩萨 等 等就包括其他 所有一切菩萨 那么 挤出这四个菩萨做代表 和无量无边的 等等大菩萨 那所共围绕 我们再看下文 文书普贤 不理此处 而现比方 谁众生心 念念出现 故自阿弥陀佛 在极乐国中 长转此经 次然无见 那么这里又指出一个问题 文书普贤是在我们 这个世界的两位 大士 可是他们并没有离开此处 现在去五台山的人 文书还是有接有送 在念老讲的 在念老讲的 就是 不容易认识 有一些人去朝五台 也都碰到文书菩萨了 那可见了 文书不理此处 没有离开这里 而显现于比方 他没有离开这里 那么在另外 一个地方 他显现出来 不离咱们这个世界 而显现于西方极乐世界 他没有离开 苏博世界 没有离开 但是呢 他显现于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是随众生的心 就是在念念之间 他就出现了 因此我们就知道 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 也常转法言经 说这个经 次然说 无间说 没有间断的说 次然啊 如放火光啊 如火放光啊 无间 没有间断 次然无间 时时都在说这个经 没有间断 又此法门 非妙志观察 无以明我心本具之静音 故守文书 非大院庄严 无以原我心本具之静果 我 故赐普贤 故赐普贤 那么这一段论文啊 一次给我们讲这个 法言念佛三昧这个法门啊 非妙志观察 所以就是 如果你不是妙志观察 那就不能啊 明白啊 我们自己的心 本具的静音了 我们心本来就记住啊 所以 文书摆在首位 我们一般讲文书普贤 文书普贤 那么先 先把文书 先把文书 举出来 举出文书 作为一个首位的 那么这是表因啊 因果 因 那么在先啊 果在后 非大院庄严啊 无以原我心本具之静果 如果不是大院庄严啊 那也不能圆满啊 我们自心本来具足 清静的 这个果报 故赐普贤 所以普贤 代表果 文书代表因 那么下面呢 念老啊 讲啊 说大家要知道啊 虽然自己文化不很高 对于许多现代的科学 不太能懂 怪文也不深 这都不是缺智慧 你只要能知道 能信这个法门 就是有大智慧 那这个 也是给一般人的一个开示 特别是对现代人 那现代人都崇尚科学 那 这个都是认为科学家啦 这个他们 有很高的智慧啊 那么高级的知识分子啊 他的文化水平很高 那我们没有那么高的文化水平 也不太懂科学啊 也不太懂科学啊 外语啊 外国的语文 我们也不懂 不深入 那么这一些呢 都不是代表缺乏智慧 这个智慧 我们本来就记住嘛 六祖讲啊 本智记住嘛 你只要能知道 能相信这个法门 那你就是有大智慧啦 所以我们看弥陀经啊 在菩萨众 这个 一个 代表的就是文殊菩萨 在 生文众 第一个代表着 摄利佛 摄利佛 在生文众里面 它代表智慧第一 在菩萨众里面啊 文殊菩萨代表智慧第一 那么啊 这个表法的意思啊 也很明显啦 就是这个法门啊 表这个法门 你能信 能愿 能行 你就有大智慧啦 虽然不认识智 什么都不懂 他真信 他发愿求生 老实念这句 拿摩阿弥陀佛 或者阿弥陀佛 那这个人啊 大智慧 决定往生西方 所以不在于说 我们这个世间的 这个学历多高啦 有什么知识啦 这个不在于这方面 这个是我们自信里面的 的东西 那么这个法门啊 没有妙智观察 无以明我心本寄之精淫 没有妙智 这微妙的智慧 去观察呢 连信都很难啦 所以这个法门称难信之法啦 行不难啊 念佛这个 特别是 慈明念佛这个行啊 是最容易的 大家都能念 但是信难啦 所以 以弥陀经佛才讲难信之法嘛 没有妙智来观察 没有方法去明心 明心就明心见性啊 没有方法来明白自己心中 本来就有的清净之因 一切都是我心本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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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心是佛 心是佛 就是净因啊 也有这个因啊 那我们现在讲基因啊 有这个基因啊 这个因 就是我们的心就是佛 那这个就是静因啊 那么有这个静因你才做佛嘛 做佛最后就是成佛了 所以文书啊 他为首 就是这个道理 但是没有大愿啊 就不能去圆满自心本有的果实 清净的果 你就不能去圆满 所以必须修德有功 性德方显 修的德有了功效 性的德才显现 所以第二个就是普玄 普玄十大愿王 你要有大愿 这个 发这个愿啊 就非常重要了啊 我们看这个 普玄菩萨呢 十大愿王 所以我们虽然啊 性德啊 这一切都记住 那么没有修德 他就不能显露出来 我们被这个 无始结以来啊 这些无名 烦恼 这些愿障啊 重重的盖户着 这个好像 我们这个自信 的佛果啊 好像 宝藏 埋在地下了 埋在地下 那你没有去开采 你保障是没有上司啊 都在啊 但是你得不到受用 那显露不出来啊 你要去开采啊 要去开花啦 这比喻做修德啦 你性德是本来都有 但是你没有修德 但是你没有修德 那性德他显不出来啊 那么诸佛如来就是 他修德圆满了 那么也就 在果地上啊 圆满的显露出 性德啦 所以修德有功啊 性德防显 你这个修 有了功夫啦 这个性德才能够显露出来 啊 修就好像是开花一样 啊 那这个 必须啊 要有修德啊 修德啊 啊 所以 啊 性修 不二 啊 性修不二 啊 依这个性啊 来起修 啊 根据这个性 啊 自性 啊 来起修 啊 才能显现我们 本有的智慧德能 好 我们这一堂课 时间到了 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 福慧增长 伐喜重玩 阿弥陀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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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